秋台山陀而來勢洶洶 民眾幾乎都在做防台準備 也紛紛找里長要沙包 不過許多里別的沙包 早就在9月30號晚間被搶光 三民區本河裡 上回在凱米台風的災情慘重 當地的里長和里民 這次提前做足防台準備 位於三民區的這棟大樓 目前已經堆了大約200多個沙包 但這個數量明顯還是不夠 民眾仍然擔心是否會淹到地下室 因為這次台風來得太急了 有幾棟大樓 他們的那個水閘門都還沒修好 所以他們是用吊沙包去印籍 那現在就是水閘門還沒做好 都用沙包來印籍 住戶很很好 真的很困難 那也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還不及做那個水閘門 上次的災情慘重 防水閘門都還沒修好 又有另外一個颱風來襲 讓住戶非常無奈 全部都移出來了 花了那麼多錢了 450萬了 我們的公基金加上住戶 每個人出資每戶3萬 那總共也是400多萬 那我們也希望說 中央政府這邊能盡速趕快補助下來 不然我們大樓真的沒錢了 堆200多個沙包高度還是不夠 停車場所有的車輛都先移至臨時停車格 防水閘門的工程目前只完成一部分 住戶還是非常擔心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沙包 讓工程完成之前先有個暫時性的預防措施 可以避免二次傷害 那沙包昨天就沒有沙包 包括虛工時候都被領光了 所以今天我有打給那個區議長 請他再指援我們沙包 我們今天就是積極籌備整個 沙包的量能 包括我們水利局的600包 以及我們現場看到的整個 沙包的裝填的作業 預估上看1000包左右 這樣的一個量能 希望能夠滿足我們民眾的需求 三民區所有禮別的沙包幾乎都發完了 去工所也正在趕工 安排國軍到現場支援分裝沙包 預計再多裝1000個沙包 將以最快的速度把沙包交到民眾手中 雖然說雨量的部分是非常驚人 但是沙包的屯放的部分 必須要有急迫性 也就是說在歷史的災點的部分 可能會優先考慮到先請對峙 住戶也請不要太過恐慌 做好防胎準備 這樣就可以做因應了 上回凱米慘痛的經驗 讓大家的心裡非常害怕 本次提前做足防台準備 包含將車輛移至安全的地點 以及堆沙包 不過三民區公所也呼籲 民眾領取沙包 應該要適度切勿囤放 把物資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記者舒焕君陳映君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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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